那补充益生菌的时候 很多人说 哎呀我是不喝酸奶就好了 但是呢酸奶都听说 你得吃凉的 如果热的话 这个菌就不会破坏了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说酸奶里面有很多的活菌 这个活菌呢 它是在冷藏的温度呢 比较合适 但是有的人又说 我脾胃不太好 我一吃凉的 我可能会拉肚子 但是一听说加热以后呢 又把这个活菌给灭了 那我这个肠道的益生菌 能达到真的就能很少 我们都知道 酸奶中它的益生菌呢 一个是有限 还有一个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 很多的酸奶啊 我自己也经常喝 它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糖 会成加一些糖分 还有你的脂肪啊 胆固醇等等 所以说您对一个 想要管理体重的人群的话 如果光补充这个酸奶 可能有的时候 想象的效果呢 并不一定那么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适当地选择 还有益生菌的一些散食补充剂 我们仍要健康地吃饭 散食补充剂呢 不能替代正常的饮食 但它作为我们一个 散食的补充呢 是非常有作用的 我们散食补充剂有很多 有多元素片啊 胰生菌的制剂等等 有双脚感筋啊 双脚感筋 这些其实很多的胰生菌 对我们管理体重的话 都比较方便 我们 desperately去 现在这里是 我们一起开心的胰生菌 都交确认 我们就能够